看一下双方第一局 男人需要对自己很一点 是 是吧 因为他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三七打的时候三不零直接拿下 王浩完全也可以三不零拿下 但是第二局有一些神 最后还差一点 这个第四局要输完第五局 性格 像王浩呢有时候人呢 就现在国际比赛当中 队内的比赛里边经常就输给 这就会显得是吧 就会松下来了 在哪个环节 我觉得就是说他得想办法 能够形成是吧 对反手像形成这样的这个局面 反手的局面可能好 一旦变 王浩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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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拼得过去 无位置物显得特别多 再主要取决一点 特别是防守上要高于王浩 是 没准马龙拿了 不是 别人也打不了 是 别人打不了 世界杯和 我想你说他人总是输给他 那是不是就作为你这个位置 也希望能够 这样大家心情都很愉快 这个呢不是根据个人的意义 张一宁啊 这统治的这种时代 在男子项目里边这么多年 好球 先把别的变化做太多的时候 在张继科小的时候 王浩那会在鲁灯 打俱乐部的时候 他们就经常在一起表面 水平还是火种之间 只不过在单独的这种对抗里边 张继科对王浩 他显得气更足一些 看王浩这个叠化球 看王浩的黄水这个 看王浩的运气不错 看第三个局点 要不用正手摆到季科的反手 可能比较好 像这样的叠飞偷了一个长球 这球是王浩没准备 判断失误了 反手发力 又有一个 又有一个发了 我的天哪 转过来了 王浩说这个球撤身就好了 没撤身 十三平 十三平 死了 然后再拉 好球 当时他发力 好多 质量最高的一几球 两个看来是全力 会不会再偷他长球 不敢了 没有 改短 黄过去了 哎呦 好球 这个时候处理得很好 如果拉反手就会被王浩算到 再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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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顶住 王浩几回了 又转了 哎呦 哎呦 打到九平以后王浩四个运气 这没想到一个你看 所以如果他把弧弦拉高一点 可能不会擦网 先迟到最后 但就是说第一局输完之后 看张继和 怎么能够迅速调整状态 和这个心理的波动 我觉得第一局王浩赢完之后 会把比赛推向一个高潮 这样呢就会 可贵的是 两个奥运会 这个关亚军的运动员 能够在队内 会全力地发挥自己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 他更多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球迷在他们身后的力量 是受众人群 我感觉现在不相上下 所以他们两个在比赛的时候 同时也是为自己的粉丝球迷 在比赛一样 后面都会有一些 还是对球迷之间 他都是一个 非常好的促进者 失望 所以我感觉他们非常努力 没错 很珍惜 好球 拿到这个参赛单打的资格 对 那要看他们的表现 实事休止讲 如果他们能够找到比赛的这种感觉 因为我们内部增加自身的战斗力 真正的比赛还是在巴黎 是 王浩今天呢 就是尽量简化比赛 你看 他戳一下拧一下 他不像原来一躁的时候 他才有机会 你看他就是靠住 4比6 分 好球 你看 王浩也不差 两个人就是在这个里边 都是世界最强的反手 你来看 好球 张继哥这会儿还是要静起来 能够多坚持自己 你看 也不行 好球 你看 很好 你看 看 这个球关键 行成正手 行成正手的 王浩就会下风了 因为张继哥的正手的跑度范围 比王浩要大 两局 打成了一平 国梁这个第二局啊 因为张继哥呢 到一开始的时候 他可能没想到 今天的王浩 不至于让继哥给拉垮 他只有要 因为张继哥一旦打好的话 他可以把王浩给冲垮 没错 不过今天能看出来 特别是张继哥 做了特别充分的准备 就是我非要拿到这个 对 参赛资格 我非要拿下这场比赛的 这样一种竞动 你看前面第一局 四个插网都没把他打垮 来看双方第三局 好球 是吧 对 会 找到了这种战斗状态 因为之前 你看 投入专注 这个在球上 这个质量 是吧 就已经衰败有荣了 是 直通巴黎第52届世界平方球锦标赛 中国平方球难队的选拔赛 在镇江的这次比赛当中 刘梁教练呢 非常 你会不会收回这个 已经定着这个 那不会 那不会 还是会 也是靠层层选拔 能够上来的 所以这九个人呢 我觉得他们都有能力 去代表中国队参赛 没错 这就是王选 王选呢 是人气最高的 东东最中的选拔赛 那么中国男队在 选择 进入到 第二次 年轻选择当中 有两位选择 分别是延安和樊振东 获得了自己 最强的这九位选手 来进行攻击 在进台的时候拼命发力 让完成你们的手段了 说你过于搏杀 你输得更快 你不搏杀 现在张继克是有意识的 是吧 不进去 他拼命往后 民主员在比赛瞬间的时候 球一刹往一刹边弹跳 他都需要这个进的比赛的话 必须要做一些调整 哪方面调整 我觉得要中间正手短 再司机 这个位置 再司机形成翻手肠的东西 反过来打 好球 最大的一块 是这样 因为他这个爆发力太好了 有明显效果 对 又从中手短 让你先斗 需要有特别高深莫测的一些 好好球 好球 你看就这个刹网 从牌子外边这种去就的 往后反应也很快 已经防着他从这边 是5比2领先 好球 节奏他 优势就差了 哎呦 你看他是加摩擦 然后加手腕 手腕 这场比赛的 你看他连续这个里边 到了四局里边 发球都没变化 下风 对了 哎 好球 对 退下车 对手就高兴了 他在进台他会快 但是粗壮 对 7平 看着 往后又可能要搏了 破场 保持 张迪哥这球撤的时候 没有拉出质量来 有点勉强 运气又一个 挑起来 是有点点 显得比以前 更加有经验一些 能够打到决胜局 我觉得还是 要辜负大家 对他们两个比赛的期望值 我觉得也挺好 反正看到2比2 对所有人来说 我们内部的选拔赛 能够打成这样 再看看在决胜局的里面 我们一起来进入第五局 好球 张迪哥在撤 这球拉得太贼了 连续反手的这种施压 对 完全调动了 这种杖傲的这种血性 我想王放还是要从 技巧上的了 是吧 对 清零上面 张迪哥跑得够快 很容易受伤 离世平赛 男子单打的参赛权 不然这第五局啊 就是王浩 其实一开始 要做好这个准备 就怎么也想办法 他已经发挥得非常好 是 让张迪哥的这种强势发挥 这也体现了一旦 你缠不住他的时候 这样就难打 王浩要赢他的时候 非常简单 这赢一局 你看要打得非常好 在场上无数个变化才行 能键二就已经打封了 这个拉开比分 因为王浩以时 他从实力上能力上 他打不过张迪哥 这也是我们 有六千多观众 这样张迪哥 几几次三比二 战胜了王浩 获得了第二章 参加巴黎世平赛 男子单打参赛 出格拿到了这个门票 也是